嗨 你們好 那這個我是路易士這樣 那這邊我那時候看到這片的時候是我在大學的時候 然後因為那時候收費也沒有很好 想說找一些小東西來玩這樣子 然後我那時候馬上就跑到來 進去的畫面 然後進去畫 就那個很好 跑model也沒有到很順暢 看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跑得更好一點點 這樣然後就意外之間就發現到這片 那還有另外一個 利用這個 這個是QuizNet 然後上面的手 所以就 把他兩次 因此決定來探究 那這個標題其實 唯一讓我聳動的點大概就是 他是說他少了50倍的參數 然後他的貓Size小到甚至0.5MB 這個非常的不可思議 因為每次以往訓練的時候 大家都好幾把這樣 所以就看到很驚訝 然後我們來看看 那這邊 那這邊 我們現在最下方有放上一個Github 這樣子 就是可以提供 我們去那邊使用 那這個網址一點進去的時候 會看到 那個是官方提供的 所以那官方那時候訓練是用Cafe 可以這個框架進去去 這樣子 所以你們也可以直接 利用這個已經 open的東西來 快速玩過一下 這樣 好 那為什麼 會有這個 首先就是有一些問題點 就是有些東西 太大的時候 你在下載的時候 會受寫 那 因此這個 我們要想辦法 避免要做問題 就是AP 人越小就越好 也會 但是不會放到電池 嗯 那 後來 欸 那其實可以想說 把Marco放到雲端上面 以Call API的方式進行 辨識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想法 只是 但是 你既然你是Call API 你就會 扣到人家 進行評價 所以有時候 可能有時候 你開車了 那 那第二個 你的使用者 資安問題 那 你今天你都把他放在一個 server 裡面 哪天這 server 被hack 了之後 那你的資料就被窃取出來 所以你資安的安全性 存在你的問題點 所以說 嗯 嗯 你放到 你放到crime上面 它是 很具有智慧的東西 但它並沒有這麼有效率 因為存在了一些問題點 那 我們今天 嗯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就是 把它塞進去 一個 embedding 做結合 就不會有這種 問題發生 那再來 因為 要塞入一個 embedding的時候 因為 embedding的 memory 大小 並沒有大很大 所以 如果我們今天有 有更好的 態度的話 那我們今天在 分散式訓練的時候 就更快 因為分散式訓練的時候 呃 需要做溝通 溝通 當你 A主機跟B主機溝通的 速度越快 那整體的訓練的速度 那一定是往上提升的 那再來你要 export到 你的Client端要更新的時候 呢 速度 你的Model很小 那你的更新速度就越快 你的Client也會一直抱怨 說 欸為什麼更新的東西 要這麼久 那它也 很適合在MPGN上做結合 這樣 那這個是 英特 某一塊 MPGN 那可以看到 裡面的 Memory大小 從最小的 4.2MB 這個小B 到最大就是8MB 那換算成 大B的話 它就除以8 所以你也可以感受到 欸 一塊耶 FPGA的Memory 是真的很小 所以我們一定要想辦法 把我們的Model Size 往下壓 往下壓 才可以跟FPGA做結合 這樣子 部署 費用 Cost才會降低 那指標論文的相關的 work呢 首先 我們的Model 已經要加縮 那 在線性代速的時候 那時候就有 最後一章節 提到了SVD 那時候 它可以拿來做一些影像上的壓縮 就是把 我記得是 好像是把中間的那個矩陣 做排序 大到小 然後 再捨去掉一些不必要的 就是 後面那些東西是可以捨去掉的 那再來第二個是 那第二個是 就是把一些 你會有一個 stress hold 今天如果你訓練出來 一個位置 裡面小了這個 那就把它砍掉 這樣子 那第三個是 Deep completion 那它呢 它提出了三個方法 第一個是 就是剛剛講到的 以及 Qualization 就是 以往訓練的 表示都是用 32bit來表示 那 它今天想說 有必要一定要用 32bit來表示嗎 也許我們用 8bit 6bit 2bit 是不是可以來取代 原本的32bit 那第三個 是用Huffman encoding 那這也是 也是一種 壓縮方法 你知道嗎 在計算機組織的時候 也是有聽老師講過 那 CNN的 圍觀面的話 那這邊的圍觀 是指出一個Unit 那Unit就像是 GoogleNet那時候 所提出來的 InSession 它就是一個 圍觀技巧 就是可以 圍觀它定義就是 可以 神經網路很長 那它是一台 一個單一的Unit 所以說 最大的改變就是 從BGG到GoogleNet BGG把網路加設 那Google提出了一個 InSession 這個動作 那之後 在ResNet也提出一個 Showcard的部分 這都是 圍觀的 那以 宏觀來看呢 宏觀就是 看你整個 model的 從升到前 整個model 的architecture 這樣 那BGG就是 把AnySnet 再加了更深 那ResNet 加了一個 Showcard的技術 這樣子 這樣子 那 在 Neural Network的時候 裡面有很多的 參數 我們要去探索 那探索 都是很花 我們時間 要常常去調 想辦法到 比下次的 想辦法讓你 路一直降低 一直降低 那下面有 四個一些 優化的方法 那其中 以第一個 背夜市優化 為首 是大家 是以目前來說 比較知名的 那我這邊 補充一下 就是 以人 呃 有這三個方法 可以去做自動挑戰 就是 learning rate 那些 就是 我們人要去慢慢挑戰 那你也可以用這三個方法 來 來挑戰 那你這三個方法就是 就變成Auto的概念 人就不用這麼累 這樣子 那這讓我想起一個東西 就是Auto Keras 那 我記得好像 一個叫Auto ML 那個東西 那其實他們的背後 他們是用 背夜市優化 這樣 這一個技術 來 Auto訓練 這樣 那我們 那 我們回到正題 我們來看一下 Architecture的部分 他這邊 論文提出三個策略 第一個策略 所以我們把3x3的filter改成Auto 那這個 也是沒有錯 少了9倍的參數 那第二個策略呢 他是想說 呃 在 給3x3 之前 我們來降低他的參數量 所以我們有一層眼鏡數 這樣 那這樣子 也是合理 參數量也會降低 那第三個策略呢 咦 Dun sample 就是延遲 就是delayed檔 delayed 那 他們想說 我想要試著保留更 我不要這麼快就進行max pooling 我想說 我延遲一下 到下一次再做 那他們 那時候他們認為說 我今天 呃 晚一點做 他們有更大的 feature map 那有這個更大的 feature map 就像是 嗯 你有 因為他已經model size已經很小了 參數量已經很少了 所以他們要利用 有限的參數量 來 把你的準確度提高 這樣子 所以 整節來說 第一跟第二 就只是減少 參數的數量 那 第三個就是 利用你現有資源 把你的 把你的 位置訓練到 呃 非常 與我們正式目標 非常貼近 這樣子 那這是另外一篇 論文在 呃 是2015年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and constraint time codes 這邊裡面談到很多 催流的問題 像是 網路要深 還是要肥 要瘦瘦高高的 是要來幫忙的 呃 還有 filter size 的選擇 以及 最後 以及 delay down sample 就是 在max pooling 比較晚一點 那上面的 以這邊來說 原本的BDE 他們是沒有做 delay 當sampling的 那B' D' E' 這邊是有做的 那做出來的結果 他們可以看到說 在top1跟top5 的error 是來的比較低的 那總結了一下 今天你有做 delay的動作的時候 雖然 沒有很明顯的降低 但還是可以把整個model improve一些準確度出來 所以這裡算是一個 小技巧 那 來到了 最核心的部分 squeeze內 當中就是 以 fire module 這個 最重要的一塊 就像Google 提出了insession 所以它這邊就提出一個fire module 那fire module 可以看成兩個part 第一個是squeeze 就是利用一乘一 來進行降位 所以 就 等同squeeze這樣 那第二個呢 是expand 就是利用一乘一 和三乘三 來 把 剛剛收到的指訊 然後 進行 expand 然後 剛中這邊的計畫 都是使用reloot 這樣子 那通常在訓練的時候呢 我們 我們上面這邊 的 的 數量 會小於 下面 那 為什麼要這樣設定呢 其實也是很有道理的 因為如果你這邊假設 比它大的話 squeeze 大 expand 那這樣就沒有達到降位的目的 反而就會讓整個參數量 變多 那這邊是整個的 架構圖 可以看到說 原本 以前的訓練大概是兩層之後會接一個pulling 然後接下來就是 二、三這樣子 進行maxpulling的動作 那它都是往後一個步驟 來 來做 那可以看到說這邊總共的參數量 可以來到了 42萬的參數量 所以 真的蠻小的 欸 可以還有一個點 這個 這邊是 gobal averagepulling 沒有像以往 用兩層全連接 來做 那 這邊是 來recall一個點 就是averagepulling 它的好處在哪裡呢 它變得比較自然一些 對 因為 除了也可以看overfeeding 因為 有一個 今天如果是用pulling commented的話 那就是會 裡面就是有參數 那有參數的東西 就會變得比較複雜 新一點點 就是等容一個黑箱子 我們都希望不要有這麼 我們都希望黑箱子 可以越簡單越好 因此我們可以用 Averagepulling 來取代掉 那這個是 一些 detail的部分 呃 因為 這邊有叫一個 reload pending 在input的時候 那reload是在整個的 整個的 整個的 是整個計劃 所以這樣 這邊除了out是只有50% 然後一樣 第四點 也是 就是 Google Averagepulling 取代掉 之後 會移層的 computing 那reload 這邊是顯示的 然後之後是線性遞檢 這樣 那 那我們來探討一下 微觀性的問題 它是 這個是一個file module 那 我們 在這邊的時候可以看到說 這邊有好幾個file modules 那這邊 參數 呃 你要怎麼決定 呃 你的 這邊是16 這邊是64 這邊是64 就是 我們是不是可以想一個方法說 可以 讓它們變得很簡單 就是 OK 謝謝 就是 這邊 因為這邊可以看到說 欸 為什麼這邊是16 為什麼這邊是66 那這個 他們這個到底是怎麼來的 以及 之後 他們要怎麼變化 欸 上每一層 也還是說file 3 這邊要改成32 128 為什麼不要這樣子 那我們 我們就來這邊看一下 他們那時候是怎麼設計 呃 是 這個 架構上的問題 他們這時候就提出一個 呃 一些參數 呃 Base 第一個這個128 就是指說 before 就是第一個file module 它有128個filter 總共 然後 increase128 是什麼意思 和這個呢 fileq 等於 就是 意思是說 每兩層的時候 我要increase 128個filter 那這個pct3x3 是指說 欸 在 在 expand成的時候 它是由1x1和3x3 所做組合的 那他們比例要怎麼分配呢 欸 3x3要 占全部嗎 還是說1x1要占全部 那它這邊 default40.5 就是各一半 各一半 這樣子 那這邊sr 就是比較簡單 那就是只能壓縮的部分 0.125 1比8 所以就是說 嗯 squeeze1的話 下面是8 這樣子 那我們就可以寫個小程式 來表說 呃 他們這邊 然後套路 他剛剛定義的公司的時候 就可以套 我們 就算是一種驗證啦 那時候想說 我來測試一下 是不是真的是 按他 按照他所講的 這樣子 那所以我就寫個小程式 來測試一下 測試一下 那測試結果是 沒錯沒錯 沒錯 他這邊 他那個 圍觀的 定義上是沒有錯的 就是 每兩層會地增 128個Field 總共的Field 好 那 這裡我們在看一些 squeeze 呃 剛剛我們是探討了 在expand 沒有 剛剛看了是整個 file module 那我們這邊先來看 呃 expand 跟 squeeze 他們的比例分配的問題 那 一開始 剛剛是用0.125 那0.125 訓練出來的 model size 大概是4.8MB 總共是80.3 那 OK 那我們想說 那我們不要這麼壓縮 改到0.5 欸 準確度 大幅提升了5% 但 伴隨著你的model size 就會 上升 那再來 再講說 OK那我們再提高 25%好了 來到了 但只有多0.7%的準確度 但model size 卻很快了 多了 一倍半 一倍半 這樣 那這邊 是 那後來剛剛是探討了 squeeze 跟expand 比例問題 那這邊我們來 想一下 嗯 在expand中 我們 一乘一和三乘三 比例要佔多少 那這邊呢 一開始我們剛剛 default是2.50% 所以 model size 也是13.0MB 然後 準確度是85.3 那 如果我們今天想說 那我們全部都用一乘一好了 欸 準確度降低了 快要10% 那model size 也是很小 那 那 如果我們全部都用 三乘三呢 model size 也一樣 也多了快 一倍多 大概多了 半倍 0.0.0 多了 也是滿滿肥的 但是 可以發現到說 準確度沒有變 那 那我們後面會提到說 為什麼這邊 準確度是沒有變的 那 這邊是整個 與 AlessNet 跟SquizNet 和一些壓縮的方法 進行 一個比較表 那 AlessNet 它這邊 原本是 240MB 那 Top1 Top5 7.2 跟80.3 那我們今天用一個比較傳統的SVD進行壓縮 那 OK 壓縮了大概5倍左右 但 準確度跟 Top1跟Top5 沒有錯 降低了一點 那 OK 我們換一個方法 Network Pulling 小了9倍 但是 它的準確度 沒有下降 沒有下降 所以它看起來 Network Pulling 這個方法很神奇 它 Pulling Mouse Size p SVD 這個方法小了 又更壓縮了 但準確度還是一樣 維持在一定的準度 那這邊 是用Deep Compression 那篇論 所提到的方法 它這邊 可以看到說 Data Type 變成了5到8bit 然後 然後 總共降了 1到10Mb 壓縮了近35倍 那如果 我們今天把 這些方法 跟 用到Seqlisnet上面呢 那這邊 他們是直接 使用Deep Compression 這個動作 可以看到說 可以 從 然後 對它 Type 從用8bit 或6bit來做表示 可以看到說 用8bit也好 用6bit也好 都是小1Mb的 所以 壓縮的力道 是1Mb 是真的很夠 然後 而且可以看到說 他們的準確度 跟原先的準確度 跟原先的準確度 是維持一樣的 那我們來看 剛剛是探討了一些圍觀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宏觀的動作 那時候 他那時候就看到 他那時候就看到 Resnet這個想法 那他就想說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 參考一下 加一個 short cut 那這邊 他是用 bypass來做 其實 是一樣 short cut 或bypass 那這邊是 比較簡單版的 就是 它是每隔量程 就是 在同維度的時候 128和128 256 256 255 125的同維度 才做bypass 那後來想說 欸 那我如果每一層都做bypass呢 那每一層都做的話 你勢必需要一個 一層一的 一層一的 捲機 來做升降 來把維度調到一樣 不然 96跟128的維度不匹配 那你是沒有辦法做bypass 那我們來 看一下這兩邊的差別 欸 實驗結果出來了 simple 來的準確度比較好 model size 也是一樣 但是 今天如果 我用了一乘一 變得更複雜一些 準確度 並沒有比simple好 那這邊的話 我覺得 因為這邊做著也很有趣 他也只是說 interesting 他只是說這個很有趣 他並沒有我很相信 細節是 那我這邊是覺得 有個很好的 我自己是覺得說 我自己看法 是覺得很像 我之前在 之前 AliceNet提出一個 找out的時候 就是 參數多 不見得是好事 所以 這邊 我自己覺得參數多 不見得是好事啦 一個 那個概念 那個我覺得概念是雷同 這樣子 那在這邊呢 他自己有提出兩個問題點 欸 CNN的 Filter Science 到底 是怎樣 是 重要性是如何的 他們的歷史 他們的演變是怎樣的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欸 我今天的 SquizNet 他已經是一個 算是一種小model了 那他適合再壓縮嗎 還是 那以及 他還是說 他 一定用32bit 來表示 一定用32bit 那其實這兩個問題中 在剛剛 所講的 都有得到一些解答 那我們這邊做個整理一下 重要性的話 第一個 Vlock 11-31 5-33 如果 他會想一下 就發現說 欸 這個 好像 就是所謂AliceNet 所以其實這邊 所提到的AliceNet 那再來 3x3 去當 欸 這個不就是DGG嗎 然後來到了 1x1和3x3 的 這個是Inception 那 欸 欸 這個 他自己提出的 FileModule 口誤 口誤 那 可以看到說 嗯 這邊有提到說 欸 從13MB到20MB 為什麼他沒有停付 也許這就像 你說 你給他更 你給他一些 就像 那時候我們要鋪你掉一些 沒有用的東西 所以說 也許是這樣子 那 小媽的懷舍在壓縮嗎 這個問題點 在這邊的實驗結果 得到的 結論是 欸 沒有錯 他其實是凱克在壓縮的 然後 把原本4.8% 壓縮到 不到0.5MB 這樣子 那 這邊 那時候 做著 呃 這個圖片呢 我在第4版的時候 找很久 都找不到 這個要在第3版的論文才看得到 呃 這很有趣的是 嗯 這篇論文 他第3版 我自己覺得他寫的 比第4版來得好 因為他的文件大小 第4版只有500K 然後第3版大概是1000K 所以就知道那個內容豐富度 是很有差別性的 那我在第3版的時候 看到這邊 他那時候想說 他用這個Sensitivity 去做一個決定 去做一個決定 有需要 我們是不是可以再 把Model變得更小一點點 我們 假設我們先把每層 先 Pooling掉50% 我們先來測試看看 有哪幾層 會受到 會有明顯的一些 準確度遞減的動作 那可以看到說 喔 這裡 看到說第7層的時候呢 欸 往下走了 還有哪一層呢 第9層 也往下走了 也就是說 喔 我們今天Pooling掉了 每層都Pooling Pooling Parameters 那 只有這兩層受到影響 也就是說 一件事情 那我其他層根本就不需要 這個P 那我只要把 這兩層 回來就好 或者是 我們可以在這兩層 多加參數 畢竟只有這兩層受到影響 這是他那時候的想法 那因此呢 他就直接把這些 呃 參數都開砍掉 然後在 第七層 和第九層 發文章 Expand 1x1 卷機的時候 那一個Filters 數量提高 那 他這樣子的改動呢 是 我們這邊會叫 Squizenate 加加的 就是來得比 Squizenate 更厲害一點點 怎麼說呢 他這邊 呃 從原本的57.5 到了59.5 提高2% 但是他Model Size 是提升的 他 缺點是唯一 你的Model Size 提升 那這裡準確度上升 這樣子 那另外一種 Improve Model的方法 叫做DXD 這個方法 就是Dance PressDance 這樣子 他總共提高4.3% 來得更多 而且他Model Size 還可以維持不變 那 這讓我知道 有一些技巧 我們 總結一下 剛剛的Sensitivity Analysis 和DXD 這兩個方法 都可以讓我的Model improve一些 而DXD這技巧 可以維持 一樣的Model Size 但他的準確度 可以更好 所以目前看起來 以後我們訓練的時候 也許我們可以使用D 最後我們可以使用DXD 來把這個Model improve一些 一些Accuracy的部分 那再來 那再來 補充的 在DXD的時候 會看到 有看到另外的叫做 Squiznet 1.1 這個跟 第一版有什麼差別 在於說 在Convolution第一層的時候 原先是用7x7 和96個Filters 那這邊 同一都又 變成了3x3和64個 那這樣子就是 整體的Convolution 都是用3x3的 除了5x3 那Pulling layer 他這邊 他就想說 那我乾脆又不要 再Delay 這個 當Sampling了 所以回歸到 原本正常的 1.3.5 進行Max Pulling 那由這樣子一來 他發現到說 比原先處理一張圖片的速度 快了2.4倍 準確度也是維持不變的 這樣子 那這邊 補充一個 就是 DSD 他整體實驗 他這邊也是有做Pulling的動作 那 勢必看起來Pulling 那說Pulling 這一塊 也是一個 越來越重要的東西 看起來Pulling 除了 看起來沒有什麼缺點 看起來是真的沒有什麼缺點 而且 Model Size 也可以降低 所以Pulling過後 再透過這一些 再進行 訓練 那這有什麼好處呢 呃 我們 我們每次要訓練我們自己的Dataset的時候 就是會把抓原本的Pretrain 然後來進行FindTune OK 那這沒錯 所以 我們 我們 以往都只會這樣子而已 那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用Dataset這個方法 把 FindTune 再更 進一步的 讓我們的Model表現更好呢 沒有錯 事實證明 每一次 每個Model 呃 這邊 不少的 Neuronevlog 經過Dataset這個方法 FindTune 在Dataset之後 然後他們的 Error 都會下降 之後這個 Neural Talk 這個比較特殊一點 沒有想到會提升這樣子 這也是一個蠻意外的 所以整體來說 我們是真的可以用 DSD 這個方法來進行 因為這邊有不少例子 但只有一個是反例 所以這是一個可測試的方法 剛剛提到 Deep Compression 這麼多次了 又激發起了一些好奇心 到底是什麼 Pooling 第一個分成三個 Parts 一個是 Pooling 和 Half-man Uncoding 這三個部分是這個技術的三大核心 分別可以壓縮九到十三倍 二十七到三十一 最後經過 Half-man Uncoding 可以壓縮大概約五十倍左右的 Model Size 那 Pooling 這個動機是怎麼來的呢 我們人一出生的時候 我們腦中的 Connection 大概是50T 我是 Trillion 一歲的時候 我們腦中來到了一千 Trillion 的 Connection 多了整整二十倍 但是在十歲的時候 確實有五百 Trillion 就是說 我們腦中有一半的 Connection 是直接被拔掉 那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在 Neural Network 利用這種已經發生在我們人類上的事情呢 沒錯 我們把它 Implement 到 Neural Network 裡面 所以我們這邊會先設一個 Stress Hold 我們小於一些東西 那我們為什麼要需要它呢 我們就先把它 砍掉 把這個小於水手先砍掉 然後再進行 然後砍掉的時候再進行訓練 那這樣 這個行為呢 可以把你的 Model Size 在 Alice Nets 可以壓縮九倍 在 VGG 呢 可以壓縮十三倍 這樣子 那這個是整個意識圖 大概是這樣 可以看到說 Pooling 不只是 Pooling 掉 Connection 它連 Neuron Neutron 也砍掉了 這樣子 那砍掉的時候 正列裡面就保留了很多 0 那我 那我們也有其他方法 不見得要用二維針來表存啊 那這邊 其中的是 CSR 那另外一個 也是跟這個很像的 那我這邊 總共有兩個方法 可以保存二維針鏈 關於西蘇去針 那大家可以去探討一下 那我這邊 其中一個 這邊叫 CSR 這邊 它是拆成三個一維針鏈 那最下方的 VL 是 Value 可以看到說 這裡面每個值都是在這個二維針鏈裡面 所以他們就是把二維針鏈中 每個 Value 全部抄下來而已 那我們要知道說 這個 Value 是在第幾個 Column 啊 所以 7.5 是在第0個 Column 2.9 是在第1個 Column 那以此類推 這樣子 但是我們還不知道它是第幾個 Role 第幾個 Role 所以這邊是指那個 Role 的 TTR 並不是 舉例來說 可以看到說 這邊都是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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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邊為什麼是 0 4 7 10 12道怎麼來的 可以看到說 第一個 這邊一定是 0 那接下來 下一個數字取決於這邊 中多幾個數字 可以看到說 今天多了 4 個數字 那這邊就會加 4 這邊多了 3 個數字 這邊就會加 3 這樣子 這個是它的規則 所以之後 他們就會利用這種方法 來保存 來捨棄掉二維陣列 反而用 CSR 這種壓縮 壓縮得更完整 剛剛提到的是 Network Point 那這邊是 Network Cooperation 的部分 以往我們都是用 32 Bit 那它這邊講說 Demo Demo 它這邊是使用 2 Bit 那到底要怎麼來表示說 用 2 Bit 來表示呢 所以這邊有一個 Centroid Centroid 的部分 然後還有 Cluster 的部分 等一下就會提到一些怎麼選擇這個 Centroid 的部分 這樣子 那它們經過 Cluster 之後 等一下就會提到 Cluster 他們 Cluster 是怎麼來的 那經過 Cluster 的時候 它們會直接分 2 Bit 所以有 4 種方法 所以有 4 個 所以原本就會被切成 4 塊 總共會被切成 4 塊 然後這個規定的部分 就是會根據位置 這邊是藍色 這邊就是藍色 這邊就是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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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是 Goodbye 就是把同樣顏色的分成同個區塊 然後再進行加種 來到 0.04 和 0.002 這樣子 那這邊是壓縮的比率 這樣一個小公式 那我們在分群的時候 耳熟能詳的方法是 K-min 所以其實這個公式就只是個 K-min而已 來利歐的公式把這 16個 16個 combination 來做分群 所以透過 K-min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這 16個做分群 但是 欸 Central也是要什麼選擇呢 我們等一下來提到 所以我們現在知道了 我們可以利用 K-min來 進行 Cluster 那這邊 我們這邊來算一下它的壓縮率 總共是3.2 怎麼來的呢 按照這個公式 N乘上B 那N 總共有 N代表的意思是 combination 那這邊是4乘4的 所以是有16 combination 那這個B呢 是32bit 這邊原本是32bit 這樣子 除上呢 N乘上Log2 2K 以2為底的K K這邊是Cluster 我們剛剛說了 我們是有4個Cluster 所以是 Rog2 4 所以算 沒有錯是2 那N呢 這邊一樣 16 combination 加上4 4呢 這邊是K 所以是Cluster 所以是4 那32呢 是32bit 這樣子 所以 除出來結果 經過這樣子 是3.2倍 那我們這邊來探討 一個centroid的問題 呃 在K-Me的時候 我們 有很多方法可以去 Initial Initial 有Foggy Density Base Linear Initial 連選的部分 那這三個方法 會有什麼差別嗎 這張圖表可以 藍色這個點是Density 那紅色這個點是Linear 那這個黃色 黃綠色是Random 那Random 就是Foggy 這樣 可以看到說Foggy 它只會 呃 它非常集中於 機率密度高的地方 就是這邊 這個 這邊是 呃 這個區域 機率 直量密度 沒錯 PDF PDF 那藍色呢 欸 比Random 那邊 再更寬鬆些 但它還是傾向在 機率密度高的地方 那 比捏的部分就是 欸 就是 等切從-0.1到1 很均勻的散步在 每一個 就看你切幾顆Oster 這樣子 那這三個方法 會有什麼差別嗎 假設說 我們是以8B來看的話 那這三個方法 可以看到說 欸 uniform initial 表現 是最好的 那uniform 其實它就是 剛剛說 提到 linear 初始化的 就是 等同於 是一樣的 所以說 這篇路門最後是 使用了 linear 來做 cluster 欸 the centroid centroid的部分 那最後是 heffman code heffman code 那 它這邊是在 它是先fc 然後在goverage 對 goal average pooling的部分 那 可以看到 這是原本的 這是white的部分 這是 spread matrix location index 那可以看到說 欸 這個分布就是 一整個不平均 那不平均的狀況下 就是 可以利用 heffman code 來把它變得 更加的 壓縮起來 那 heffman code 它其實就是利用 出現的頻繁 這種頻率的概念 來進行壓縮 舉例來說 這邊 這邊 比較常出現的是 G和D 所以 G和D 可以看到 在樹狀結構 儲存起來 是在比較上層的 因為它比較快 就可以 手背搜索到 那 你不常見的 那我就把它放到比較下層 來進行儲存 那這邊是有什麼 差別的地方嗎 欸 這個實驗結果呢 可以看到說 經過這些 壓縮技術的時候 可以把原本 大概 1NB多的 壓縮到 27 Network 是 Linet 300 那Linet 5的時候呢 1720K 來到了 40K 那這些 可以發現到說 壓縮過後的 Top5 跟Top1 幾乎都是 維持的 雖然也沒有說 掉太多 這樣子 有的 或者是更好 可以看到說 在VG16的時候 原本是31.5 變成31.17 所以 呃 剛剛也有提到說 其實 過參數 是真的 有些東西是真的 不必要這麼多的 因為 刷up就是一個 很明顯的例子 那 這邊 有很多Network 那 這邊是有很多的一些 剪裁的方法 這樣子 那 其中 這邊 Pooling加 Questation Puffman Cove 就是 Deep Compression 這邊所提出的 一個 方法 壓縮率 是最高的 那其他的 雖然說 嗯 沒有表現得這麼好 但是 也是一個 考慮的範圍 也許 你只要做一個Pooling 就可以了 因為你已經壓縮了十倍 其實 Model Size已經蠻小的 但你也可以利用一些 更多更多的東西來進行 讓你的Model越來越小 那這邊的總結的話就是 呃 第一個就是File Module 就是這邊論文所提出 在於 以微觀的角度 提出一個File Module 透過 Squeeze 1x1 以及 Expand 1x1和3x3 所做的 那 也可以利用Sensitivity Analysis 來進行說 欸 我要在哪一層增加呢 還是說 等等 這個技術 我覺得也是蠻好的 可以知道說 可以很細很細去看 每一層每一層 他們 對於 參數量的影響 那DSD 也是之後 把File II之後 再透過DSD 把我們原本的Model 再Improve一些起來 讓它整體的Performance 來得更精進的一點點 因為沒有人喜歡自己的Model 就是 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Model 可以越來越準 越來越準 所以這些方法 都是 不錯的 那第四個呢 嗯 我們剛剛訓練了Model 1 很肥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這個 Deep Completion 的技術 來把Model 變小 然後 與我們一些FPGA 或者是 舊型的 老舊設備 或者是 跟我們手機 來做一個結合的動作 因為他們 就是 因為Model 參數量越多 你需要 運算力量 就真的需要 比較強 可是 以現在來說 手機那些 他們的運算能力 並沒有像我們 由GTX 或RTX 來得這麼有Power 所以 有兩個方法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 兩個方法 可以去Improve Model 一個方法可以去 讓你的Model 變小 這樣 這邊的話 我是有做 一些小實驗 這樣子 那我這邊呢 是 因為我也不知道要玩什麼 我就去Caco 然後 去隨便 看了一些 無聊 這好像還蠻有趣的 這樣 那這個是Dog 那個 的 種類 這樣子 那 那 這個是比較 偷懶一些些 因為我只是 單純想要玩 那個 這個是QuizNet 那這邊 所以我直接去GIT 他做了一個 別人進去玩過的 DogBread Identification 然後我就說 OK 那我反正 你東西 我 我只是想要玩一下而已 所以我就 只是 改Model而已 我看一下 那這邊 先讓他先處理 我之後 我都退休了 真的喔 欸 為什麼啊 還是你只有偷影片播放的關係 我可以先關掉嗎 這是你第二段的Demo了嗎 對啊 所以你現在只把他講完 好 是可以的 OK OK 好 好 OK 那 這邊資料前出 就 不多講了 大家都會這樣 好 這個 這是 我是直接InPostQuizNet 這是我在外面寫的一個Python檔這樣 等一下可以給你們看一下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 參數量 最後參數量 其實快80萬而已 快80萬而已 所以真的很小 以往那些 GoogleNet Atlis Atlis 要200多萬 然後 Rest 真的都好肥喔 然後這邊真的蠻小的 只有80萬而已 所以那時候看到 哇 好小真好 這樣 那 這個Code呢 就是 這邊 是QuizNet 因為這個FileModel 發生他就 會 引用很多次 所以就直接看完 有時候用他的東西 就覺得 欸怎麼會有Error 其實是很差 還是要自己改改改 沒有關係 改這個 我覺得是不難了 好 File呢 就是剛剛所提到的 SQUIZE 一乘一 算了 我用我的 這邊開好了 這件事 這件事 這麼大啊 天啊 好 好 OK OK 這個大小 好 其實就是剛剛所提到的 嗯 一乘一 進行Quiz 那這邊一樣 都是他們用Reload這樣子 那Expand呢 也是蠻簡單的 就是一乘一按三乘三進行組合 來做Expand 來做Expand 然後最後再一個連接 把他們Merge起來 Merge起來 那這邊 那這邊 這個部分呢 其實就跟Google的Inflation 的Module也剩下 只是這邊是File而已 所以 其實很多東西都很像 沒錯 太多東西都很像 然後今天你寫好一個File Module的時候 你就可以直接用了 就是 剛剛說 總共有 一個File Module 三個 玩 然後接上一個 Max Pulling 然後接下來再經過四次的File Module 玩 Max Pulling 然後再一個File 玩 然後再接兩層的File 然後這邊有 最後一個File 玩 然後這邊是一個Drop 的動作 這樣子 然後這邊是一個全連接層 然後全連接之後 交給Average Pulling 然後 由他最後的結果 輸出給Source Max 那這邊是另外一個 Simple 就是剛剛所提到 有加一些Show Cut的技術 欸 那其實要加Show Cut 也不是說太難 這樣子 看一下 呃 所以既然做一個Show Cut 所以 我這邊就有多一個 Show Cut 這樣子 就是 是不是有那個Show Cut 因為它 Simple它是 只有在同維度 那兩層同維度的時候 它才做Show Cut 所以今天 當這個是有值的時候 那 你今天你就會加一個Show Cut 就是 就會加個ADD ADD 這個Library 來達成Show Cut 那 所以說 剛剛提到 欸 File 1 因為它是每兩層 它是5 filter才不一樣 所以就可以看到 1和2 1和2 還有 4 和這個 這邊 還有 5 5 6 然後 8個Max Pulling 3 所以總共 3次 1 2 3 3次 3次的 Show Cut 然後 這個是 複雜的 所以就是 它每一層每一層都會加Show Cut 不管 維度不一樣 所以說 我們 在這邊就要先去判斷 欸 如果維度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就要把維度變成一樣 就是這行在做的事情 好 那 之後還是 都是跟那個 原本的那些 File Module 都是很雷同的 只是 在家裡有沒有Show Cut 而已 然後 所以這邊就不會再有那些 要不要判斷Show Cut的問題 因為它是 每一層每一層 不管你是 維度一不一樣 反正我之後再用一層一進行成為就好 好 那這三個訓練出來的 model size呢 其實就可以看到 呃 這個 9.8MB 然後 比較簡單的 Wide Pass也是一樣 9.8MB 然後 然後 今天你是 每一層都加Show Cut 來到13.9MB 就是 真的 真的會比較肥一點點 那準確度的問題呢 呃 這裡 這個是 只有SqueezeNet而已 哇 因為我也是沒有很認真在 管那些參數 就是 開心 就是單純Demo而已 沒有沒有很認真搞這個 所以 準確度真的有點低啦 因為他有120 的狗的種類 我覺得 我自己有時候 因為我自己對狗沒有很厲害啦 也太多種狗了 所以 我自己也沒有很好 也許是我的問題啊 也許是 但是我就抓別人Github的 他應該有幫我分類好 然後這訓練出來是0.105 大概 沒有很好 沒有很好 那 其實我們要看的是 有家SIMP 有家Show Cut 那兩個 是不是真的比這個好 OK 那這兩個呢 這個是 OK 我們先來看簡單的 同維度 才進行Show Cut 一樣 資料都會先 處理 這也不提 喔 等等等等 可惡 好 好 OK 最後 這邊的也是一樣 參數量 這邊是一個 simple bypass 然後 所以我這邊 所以我上方也是 import 我 simple bypass 剛剛我第二個介紹的那個 Python 這樣子 好 實驗結果 我這邊是多 每四個 我這四個都是一po 就是只有50 50 50 可惡 然後他訓練出來結果 OK OK 有啊 真的有比較好 原本剛剛那個是0.105 那這邊是0.15 多了0.005 0.15 好 所以說 今天有這樣 Show Cut 比較好的 所以 誒 這個又說明一件事情 Resnet提出 Show Cut 想法 是沒有錯的 這會讓我們的model 變好 然後這邊是 不管 不管 每一層都要 進行一個Show Cut 然後 這邊是 OK 攀數量 100 已經就破百萬了 破百萬了 破百萬了 一樣也是 50 50個 一poch 這樣 然後 對 OK 最後結果 最後結果 可以發現到說 其實 沒有 跟他 雖然 就是可以發現到 我自己也是很驚訝 我以為他比較爛 但是 0.11 是0.13 這樣 沒有想到 他竟然跟 SIMPLE一樣 OK 好 這邊是蠻意外 但是 他的 訓練出來的model size 假設他們都一樣好了 那這裡是13.9 然後這個是9.8 那 那也就是說 我們根本就不需要我們一層都要加Show Cut 那我 DEMO大概就到這邊 就是 如果你們想要這個檔案也是可以給你們的 這個 有 請問這檔案有需要放在 有需要放在社團嗎 你們會想玩嗎 好啊 那我就等一下我就把這三個 好 打包 上傳 到 雲端給你們載好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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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你們有什麼問題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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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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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來看看 好玩的 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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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還什麼 喔 2017年喔 好 Google 2017年 喔 所以是 比較晚出身 比較晚出身 比較快嗎 喔 嗯嗯嗯嗯 了解了解 了解了解 我看一下 這邊應該有一個一些比較吧 對對對對對 七十多吧 七十多吧 啊 畢竟相隔兩年還是有實力的差距 好 只是 啊 講到一個 這家公司 叫Deep Scale 在發表那個Squiznet的時候啊 他也是其中一個 好像應該是有合作關係吧 記得 看一下 評論文 等一下 你說Squiznet跟Mobile嗎 啊 因為 2016 2015就出來了 第一版啦 如果都是認第一版的話 那 然後 嗯 那當然是用Mobile第三 沒有錯 新東西還是要用新的 這已經舊了 只是這個公司 那時候 我需要講一下 我看過他們現在小歷史 一樣他們這邊 我 這邊你發現到說 為什麼已經2019了 然後他們就用這個Squiznet 其實 它並不是論文所發表的Squiznet 它是論文發表後 然後那兩名教授呢 反正就用太公司了吧 然後就開始 你自己把Squiznet 用 把那個 自己做改良 再也沒有發表過 就是 這個就是台灣的新技術 也許 它這個Squiznet 就MobileNet 它有做一些 也是有些類似 也是有可能啊 這我不確定 但是 它這邊的名字還是用這個 是OK OK 好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想討論的嗎 對 它只有簡單參數量了 我也來試看看 這個Dip Conf 這個動作 但是我發現 Network Pooling比較簡單 然後 第二個 量化的時候 我覺得 比較難 比較難 所以我就沒有在互相走了 因為我 時間也沒有到很夠 我就覺得 可惡 怎麼 這東西沒有 我以為它是一個套件那一種 它不是一個套件 還是要靠自己 好吧 我覺得也是 但是 如果是我的話 我應該 會用Network Pooling 和Dsd 吧 因為我之後也有想過 用Dsd 但是 也有 之前去看一些Github的 Source 發現 好像 沒有 也是沒有Library 所以也是要靠自己 這樣子 我目前 得到出外界 我們是 用Dsd 和Deep Compression 都要靠自己 對 目前 我還沒找到 Open Source 有什麼想討論的嗎 有什麼想討論的嗎 都可以 好啊 嗯 嗯 嗯 看一下 可所以 可以在 第三步 我覺得可以在第三步 就是Transfer完之後 你的獅子 Find Tune嗎 對 對 就是反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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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如果是我的話 我是 一定是Transfer完之後 然後再壓縮吧 嗯 好 對 這次 嗯 難怪 喔 難怪 對 對 對 壓縮 對 對 對 嗯 嗯 我覺得 不行 嗯 哇 怎麼可能 那他查 其實也是查一些不重要的位置而已 因為 很 在這邊的時候 我發現到很多 他砍掉很多東西 因為那個東西就是不重要 所以 就像Drop一樣 Drop也是砍掉 不重要的東西 然後 其實Drop跟 這個DST 其實也是 像Pooling 講一下Pooling跟那個 Drop的時候 Drop 我覺得它是隨機的 所以它並不是有一個規則性 但是DST 它是 它在 採NetworkPooling的時候 它是有Follow規則的 所以它Pooling 所以它品質 出來 會影響就是把一些 小一個歲時候的 去砍H 砍掉 對 對 沒錯 對 這總共是這樣 然後只是你Pooling完之後 你要再利用這些的訓練詞 Pooling off的訓練詞 所以總共訓練 兩次 比較好實 比較好實 好實一些 Pooling嗎 Pooling嗎 對 就這個 Pooling Pooling 這個喔 我那時候其實我查過這個發音 我就覺得這個 這個字 跟那個Pooling Pooling Pooling 真的很像 因為我自己英文發音 不是很標準 所以你剛剛是說 Pooling 我們還是說 好嗎 我們還是說 還是說 買點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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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討論的嗎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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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呃 因為 出入卡問題 之間就會有權重的問題 那 它就是 就需要 就是有參數的東西 什麼 有參數的東西就是那個 哇 就是 你要去 利用這些參數檔 在GoProMinim 是吧 那如果 那GoPro AveragePooling 它是直接轉過去 那 它就不要太多了 它的參數就會沒有那麼多 然後 因為全連接參數量非常大 然後 然後 它第一次也透過這方法 之後 第一個 你的整體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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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它就可以達到一些 看 over anti overfitting的動作 這樣子 好 來了 來嘍 嗯 這個 呃 你們發現 這也是這個 對不對 然後發現Pooling之後 變成這個 對 那發現Pooling之後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就差別在於 Pooling它可以把一些 不必要的 Connection砍掉 還有一些 Nutron砍掉 那 主要它是把 那個 Connection 就是 撞掉了 這樣 這個是一些差別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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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Pooling 然後 第一個差別是Pooling之後 你要再訓練一次 重新Connection 起來 再 所以 抓到 是比較快速的 再訓練一次的時間 喔 因為 因為你 呃 OK 因為要去 為什麼要訓練兩次呢 首先 我們今天去那個Model館之後 是不是 會長得像這樣子 呃 會 會長得像 左一 左邊 左邊 左一的那個圖案 那 就是看到 線命馬馬的 然後 每個Connection 都是連接起來的 會像這樣 舉個 例子來說 那我們Pooling的時候 會把一些 小學的時候 或者是根本沒有用的 神經驗給砍掉 那 看他們之間的時候 那為什麼要重新訓練呢 因為 我們要讓 呃 整個 就是 再訓練一次 因為 你把一些 砍掉的時候 假設你好比 砍掉一些東西 但是 怎麼說啊 就是為什麼 呃 對 就是我 我自己也不太會講這塊 好 不好意思 不錯 我想一下 重新訓練那些 Connection 讓那些Connection 的位置 是對的 因為 也許 假設這個 這條線沒有被Pooling掉的 是意好了 這條 終極 就是 你有看到這條嗎 假設 可惡吧 雷射筆想到了 雷射筆 你有看到嗎 這個 假設這條 然後 在Pooling的時候呢 他沒有被Pooling掉 那你要怎麼 確認 這條 的weight 跟 之後重新 訓練出來的weight 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需要再重新訓練一次 把這個weight 再做一些調整 還有什麼想討論的嗎 嗯 嗯 嗯 對 嗯 它是草原譜 那邊 沒有被Pooling 它是草原譜 它是貼的 啊 對 對對對 啊 這個啊 這個 草原譜 啊 啊 啊 它這邊也 的意思圖就是 像這樣子 就是 remove掉一些 根本沒有用的東西 因為這兩邊都 都有提到說 增加參數並不會 improve accuracy 這個想法就像是drop up一樣 這樣 抓掉一些 parameters 所以覺得未來應該也是 會興起 就是 之後都會加一個 Pooling 這樣 裁剪裁裁 嗯 有什麼 還有什麼想討論的嗎 第三版論 沒有沒有找到嗎 還是 對 對 對 哦 可以 好啊 我可以丟一點 新的地產版 記得 這邊嗎 好 我上去 還是Mobile內地產版 對 第三版 比較多說明 來 這個 這裡 對對對 有啊 我有加一些地產版的進去 哇 差真的很多啊 我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原來 啊 版本的通用性 對啊對啊 每次進來這網站 就直接去看那個 PDF啊 所以先去看版本差別 沒錯 他刪掉了什麼呢 刪掉了這個 他刪掉了這個 是CrisNet 假假的這一塊 因為這個作者 我有去看過這個作者去 他 在某些大學 講的一些 講 講關於CrisNet的時候 那 很神奇是 他在那時候講的時候 他都沒有 他都一定會講到這一塊 就在V3 他一定會帶到這一塊 Sensitivity Aniasis 但是他第一次版沒有提 但他在演講的時候 就有提出來 所以我就覺得 這應該是一個重要的 這應該也是蠻重要的 所以我就特地放出來一下 因為我就看他講 然後我去第四版 怎麼找找不到 我就去翻舊版 就看到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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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 他有講一些talk 都是什麼 在關於Embedding這一塊 所以大家如果做Embedding 這塊 可以看他的一些talk 因為他talk 就像是 在微軟的時候 他講個 他總共講四個主題 就是 第一個模型壓 就是第一個就是Deep Conversion 然後在SquizNet 然後EIE 我覺得 還有什麼的 我也忘了 最後那兩個是有關Embedding的 所以大家 有做Embedding的 可以 可以去關心他的論文 覺得 很厲害 很厲害 而且他講的talk 雖然是全英文 但是 他是 中式發音 所以你會覺得很熟悉 就覺得 這個英文倒 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聽就覺得 還蠻 蠻熟悉的 蠻熟悉的 你們有需要那個talk連結嗎 我也可以 哦 我還要把他talk給下載下來 哇 我也可以一併放上去 就是你們下載打包就看到了 我剛剛說的那個獎章 好不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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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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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說 剛剛說 那時候 他已經提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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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意識 他今天應該是在 美國人 對 他 他直接開來 然後 他不再 做 所以我就 上上去 你 你 你很 那你是在做 所以 这一方面 那我今天也是重担 因为我很早就 那我写事我介绍 我会想说 因为我比较好关注在 KIOC 比较 社群里比较好 那 我们过去 大概十多年 我在开心设计里面塞 过去那边 面试 所以 刚刚这边比较 我过去做 就是做那个 内容 那个 不是那个 内容 就是 就是 我们的 我会发现 做 做 就是 很多都是过去做 做网路 网路这个 对 像 像 柔康啊 像那个 大权人士 就是说 这个 马贝尔 柏通 或者说 大家知道那个 可能 不够有在 那柏通是 比较偏 靈端的 但是 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在想做 H端的 那 像这样的 比较适合在 H端的 所以 这是 那 这是 我 在 网路 这 这个 也不要禁 好像想發生會有的痛苦 也可以禁止他們 不過他們就比較偏僻 他們就比較偏僻 他們就大概是 沒有太多才會禁止他們 他們就想讓他們 就有氣候 就像是別人的事 然後他們就不去 他們就不要亂來 他們就想要禁止他們 Plaza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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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